好,那我就開始了 所以這邊大多數人士都有用過Nex嗎?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好嗎? 你有用過就打加1,沒有就打減1 有人用Nex? 公司專案正在用 好,那看來是有的人沒有用過 我還是簡單介紹一下 主要是要講Nex基本上的正式考應用 可是因為有的人沒用過,所以要簡單講一下 那就去官網看看吧 Nex.js其實就是一個Re-AID server-side rendering framework 那其實Re-AID server-side rendering 你想自幹的話,你也是可以自幹出來 就是你要處理同一段程式 然後能夠在Cline-side可以在Server-side 同時使用的話,其實那部分很困難 自幹真的很難 那當然功力深厚的人其實還是有辦法弄出來的 所以小弟我們功力沒那麼深厚 所以我剛剛那時候看到那套 這套Nex的時候我有興趣會這樣玩玩看 然後所以它其實最主要核心也不是 它也不是一個拿出來就可以直接 完整開發應用真的所有的東西 它其實最主要是幫你處理掉最麻煩的 就是你要把一段Re-AID的Application 同時可以在Server-side rendering 可以在Cline-side rendering 就是最麻煩這個 一個流程兩套前後端都使用的這個部分處理掉 然後包括像說Bevel,Compile,Webinar 它都有內建的一個設定 然後可是你可以再改 從Next-AID之後你就可以再改 所以它基本上是把最部分的那個 Isomorphic的流程處理掉 那其他部分其實你還是要自己再往上疊 然後它的核心概念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你的一個 其他翻臉好像遊戲 看一下 對 其實你要用Next 就是開一個全新的那個專很簡單 你就是開一個新的資料夾 然後用 我弄Yang 反正就Yang Yang add Next 然後Re-AID 然後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它就是 只要你跑那個Next的話 它就會 進入它的那個Dev的開發模式 然後你跑NextBuild的話它就會跑進 它就會開始Compile 然後之後就可以用Next.跑Production模式 然後它的核心概念只有一個 就是 它的Next專頁底下一定要有一個叫Pages的資料夾 它目前是這樣規定 以後不知道會不會改 它目前規定Next 一個Next專頁底下一定要有個Pages資料夾 然後裡面放的 Pages資料夾裡面的檔案 就是對應到它的Route 所以它的核心其實是不能直接設定Route 但是後面有方法可以 就是它核心的話是按照檔案路徑來設定Route 比如說你Pages裡面有個叫Index.js檔案 那就代表說你的 你開出來的這個NextServer 然後它的那個首頁就是這個Index.js 因為Index剛好就是直接對應寫線 但是如果你這邊有個叫做 比如說About.js的話 那你就可以進去那個Server的寫線About這個網頁 然後它就會進那個檔案 然後它基本上 像Pages裡面的檔案都必須是一個component 就像這樣 不過它這個是用Function的component 就你也可以是一個re-add component 或re-peer component都可以 所以它是根據不同 你打不同的頁面 就是不同的網址 它就會進去不同的component 它的核心概念就只有這一個 對 然後你這樣做的話你會發現說 就是你在進來首頁的時候 然後你按右鍵檢視檢視檢視完 你就會看到是有 是有 就是它有達到Service 然後這是一個基本的核心 那 通常我們應用程式就是 通常因為它這是有規定說 一定要用檔案系統的映射 可是通常我們應用程式不會 就是它的網址可能比較複雜 或者是你中間要加大什麼參數之類的 所以你通常不會直接用檔案系統的映射 然後我 我自己的話是用 rearrows 但我們先 如果我今天有排個大改選項 我們先從頭開始講 設定 我剛剛看到有人說覺得很難設定 那其實 其實 如果弄稍微知道要講哪裡設的話 其實它還蠻簡單 因為它最麻煩的部分 它就幫你做掉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你pages裡面 一定要有對應的頁面的檔案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怎麼設定 bevel的東西跟 wepeg的東西 bevel的東西的話就是 一樣你在專案的根目錄要建一個 bevelrc 點bevelrc 的檔案 然後 就像你平常自己建一個專案的時候 用bevel一樣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寫設定 然後要比較注意的是 那個 因為它 你當你沒有這個點bevelrc的檔案的時候 它其實內建 就已經有一套bevel的設定 它會 它有一個叫 在next 那個 就是node的module next裡面有一個bevel 就它已經有一個preset 在那邊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設定 bevelrc的話 那 你寫出來的檔案 preset 這邊一定要 加上這個next 不然它核心的 它核心原本設定好bevel的東西 會沒有辦法引入 所以這個是已經必要 因為我想要 我現在想要加入 永遠就是加入最新的功能 所以我就還掛了stage link上去 然後 我這邊有用到幾個pronging 然後 有的是可能大家不會用到 然後 有 這邊有三個是很可能會用到 所以這邊也順便介紹給大家 因為 很多事情你可能原本 是純crime side rendering的話 你會再用webpack 用webpack的套件去做 可是 因為現在的話 我一套程式嘛 也就是你的整個component render 或者各種功能 它必須要在servitize rendering 也就是在node 也可能會run一次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有些功能丟去webpack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 在servitize rendering的有效果 所以很多東西 你可能 必須要改用bevel的pronging 來做到那個效果 現在有部分的東西 還是可以用webpack的pronging 達到 那 像是這邊有個叫 provide module 其實應該很多人 也有用 有用過webpack 有個類似的東西 我有點忘記叫什麼 反正就是webpack 有個類似的pronging 就是可以讓你 在 讓你可以不用require 或import某一個 module 就自動可以在 每一個 檔案都用到 對對對 就是 provide pronging 對不對 那個 webpack有一個叫 provide pronging 你可以靠bevel 就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剛剛就是有人說謊 沒有 好 那就是你可以用那個 有個叫做 有個bevel pronging 叫做bevel pronging provide modules 嗯 剛剛有人講話嗎 我先把大家的mine 先關掉好了 如果要發言的話 再 好好好 我怕我是沒有聽到 有人想問問題之類 有問題可以誰講 不然就是 那個在聊天室 我現在另外一個螢幕有開聊天室 所以我都會看到 好 所以 用這個 bevel pronging provide modules 的話 就一樣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就是說 你可以 不用在 不用引入那一個 module 它就會自動幫你 打require的語法進去 那這樣子的好處當然就是 比如說像 low dash 因為使用率很高 所以我就想要整個引入 那壞處當然就是因為它會整個引入 所以我沒有部分引入的效果的話 會引入整包進去 這樣幫的出來會比較大 而且它這樣的話代表說 每個 component 的檔案 它會自動加上那個 require 那個行 所以出來生事版會比較多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取捨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那個 transform define 的這個 pronging 這個等一下會講到 它就是讓你來定全域變數 就很像那個 Webpack有了一個類似的東西 叫什麼 好像就叫 define 好像叫 define pronging 就是可以讓你 弄出一個全域變數的能量 固定的 全域變數的那種功能 等一下會講到什麼 然後 style component 最後再講 這個不講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常用到的 是 module resolver 這個一樣 Webpack 有 pronging 可以做類似的效果 它就是可以讓你 在 import 東西的時候 可以指定一個路徑來源 這樣就不用使用相對路徑 因為相對路徑其實可動性很差 然後而且又 你每個檔案相對路徑去指的時候 路徑都會很不一致 因為每個檔案放的量不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 module resolver 那像我這邊的話 我的 root 又指定 跟 js 的 gloss over 你說剛剛那個 transform define 我等一下會講 這個講完就會講 我先講完這個 那就 resolver 他就是譬如說我現在指定 點斜線跟點斜線 src 那點斜線其實就是這個 根目錄 那點斜線src 就是這個資料架 那這樣的話就代表說 像這樣 我可以引入 generic style auto 這個東西是在根目錄底下 這個叫 generic 資料架 那所以我就不用用相對路徑 這邊點斜線點點斜線 然後一直推到根目錄再去指定 我可以直接有像這樣寫 因為我在這邊有指定說 我的 root 要直接到根目錄 然後或者說還有第二個資料架 這個資料架 對他還有其他功能 他還有其他功能 因為我只想要 我只想要 alien是這兩個資料架 所以我只設定這兩個 所以如果比如說 如果你是其他的 像我這邊有 app component 這怎麼來 所以我還有 我還有resolve 那個 src這個資料架 所以可以直接這樣寫 app component 這樣的話 我就是整個程式 不管在哪裡 我的 import 或你的 required 路徑 你就可以比較有一致性 那當然建議大家不要設的太多 就主要的一兩個資料架設就好 因為你太多的話 反而 就是 到時候你會不知道說 那個路徑到底從哪裡開始算起 那這樣就適得其反 這樣變得讓你的 import 的可説性反而下降 所以這個東西要 用的恰當就好 不要用過頭 好 那現在就講剛剛講的這個 transform define 這個東西能幹嘛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 你也可以直接在 我這邊是因為 我想寫一些判斷式 所以我是 讓他指定到 另外一個 JavaScript答案 我是放在config env裡面 那這個答案的功能 這個primeon的功能 其實可以讓你做 全域變數的功能 但其實它不是真的全域變數 這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 你這邊要不要就explore一個東西 一個object 那 這個的話 那是因為我把 我的環境設定都放在另外一個專案底下 所以我是 引入在另外一個地方 那如果你是直接要寫的話 你可以直接寫 想要打成全域變數的效果 就是說我想要在整個應用程式 再取 大寫的domain 這個變數的時候 我都可以拿到這個字串的話 那你就可以這樣等於 那它其實 不是真的全域變數的效果 它其實是 它會掃描所有經過 Bevel compile 的程式碼 然後只要一遇到這個變數 它就自動把這個字串寫死 寫在那段程式碼上 所以這個東西不會變成一個變數 它是會直接被程式碼直接替換成這個 就是比如說 如果你本來一個地方判斷 這樣子 你本來有一段程式碼這樣 那經過Bevel之後 它就直接把你這個東西 複直貼上去 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不是真的全域變數 它沒有變數的生命周期 它是在 它是在Beautyne來做這件事情的 那這樣子的好處的話 就是它不會浪費效能 因為它在Beautyne就已經做好了 它並不是臨時才去判斷那個邏輯 所以自然也不會增成所謂真正的變數 所以 因為Beautyne的話都是事先做好 所以如果你能在Beautyne做的事情 就可以 在Beautyne做 這樣可以節省很多效能 那所以說它 你指定的東西 它必定是要是一個 可以變成 就是靜態資料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東西 不可以指定一個Function 因為Function 並不是一個 應該 就是不能算是一個靜態的值 所以它這邊 我記得可以 比如說你常見的 字串 物件 陣列 數字 然後 Nur Undefined 我記得都可以 False True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Function 如果你有些 真的 真的是想要做到全域變成效果的東西 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到這邊有問題嗎 這個大概 對 還沒還有一個都沒講 Webpack 那你要怎麼設定Webpack 通常我們在做那個 如果 如果你自己在一起 比如一個專案的環境的時候 你要弄Webpack 通常都會建議什麼 Webpack.confine.js 然後你可能會用 Webpack.dev server 這些東西 啊 你用next的時候 通通都不用做這些事 因為這些東西它都內建 包括它那個 Harmadure replacement 然後hard reload 效果 這些通通都不用自己設 因為 Nex全部都設定好 而且它連False reload都做好 就是說它發現不能hard reload的時候 它會自動False reload 就會自動幫你重新設定裡面 所以這些東西通通不用設定 但是你還是有可能會想要加一些 額外的 那個 Webpack.confine.js 那它是沒有提供一個 Webpack.confine.js 它要另外一個方法來做 那你需要在 你的根目錄設定一個檔案 叫做next.confine.js 然後呢 這個檔案你要 module export一個 你要注意這邊 不可以使用ES6的 import或export語法 因為這裡 這個檔案的程式法 是不會經過 Bable compile 所以這邊一定要用 那個 common.js的語法 所以 這個檔案必須要 export一個 module.export一個object 然後其中 如果你要設定Webpack 它不只Webpack可以設定 只是因為我這邊 只設定到Webpack Webpack的話 你要改一個function 然後接下來它會傳入 它原本的那個 Webpack.confine的object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return 你要修改這個 這個 修改這一個config 然後最後再把它return回去 所以它等於是說 原本已經有config 然後你可以定義一個function 它把這個config傳進來 然後最後你return一個新的config出去 然後最後它就拿了那個 你return的新的config 來 來當作Webpack的config 來執行 所以就變成說你不是定義一個全新的 因為我猜它不這麼做的原因 是因為Webpack它內建定義的東西實在太多 所以如果它有定義的全新的話 你要引入太多它原本有的東西 那babel的話 因為它已經打好一個preset 包好了 所以你只要引入一個 它可能覺得這樣重新定義一個新的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有點不一致啊 但是現階段就是這樣 所以Webpack的話 你不能直接寫一個全新的 你要拿 用一個function的方式 定義 它會傳出舊的設定 然後你在那邊修改它設定 比如說我在那邊加了那個 我把那個 babel loader的那個cache關掉 或者說我在這邊加上 style loader 對 因為我這邊有一些特殊的CSS處理 因為我這邊有為了用那個re-end toolbox 所以我有設定 CSS module相關的東西 所以然後最後你再把這個config return 這樣就可以達到設定webpack config的效果了 好 然後環境設定大概就到這邊 這邊有問題嗎 可以可以可以 環境變速可以don't change from define 只要它不是function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正列啊 字串啊 object啊 去布林詞 我試過都可以 那個prong game名稱 就算是坦考這邊 上面那個module resolver 就是解決那個 那個pathresolve的問題 然後provide modules 這個babel plong game provide module 就是可以讓你自動引入某個module 然後定義那個類似全力變速的效果 可以用這個babel plong game transform define 對我覺得這三個是比較常用 大多人會用到也比較實用 那當然你有其他babel的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加 到這邊還有有問題嗎 環境設定大概就這樣 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那當然其實你自幹的話 這些環境超麻煩 因為你的一套程式碼 既要後端能跑 又要前端可以用會配個bundle起來 這件事你自幹真的是神麻煩 所以next其實最大價值是 他幫你做掉這些事情 他做掉就是 同一段react的一個flow 能夠在後端跑 能夠在前端跑 OK好 那環境設定沒問題 我就繼續下去 我都把webpack上一背下來 我之前的時候自己寫webpack的設定 那我用next之後的話 就是 就是那個 我都這樣就 一直就要設一些額外的設定 就好 就比如說那個什麼 好嗎 就replacement 那個就不用自己設了 好 我幫你po的那個網址 他那個是不是也是在設定那個 潛意變速的 我看一下喔 你po的怎麼樣 在哪裡 這個 這個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我看一下 對啊 他用的就是我講這個promegame 對 一樣的一樣的 對啊 同一個同一個 就是這個名字 Bable Plunggame Transpondify 他跟我用的同一個 OK 這pronggame之前有個bug 就是他不能設定任何被判斷成forces 然後我去發issue 他後來修好 他之前有個bug 現在修好 所以現在我用還覺得還蠻穩定的 應該還ok ok ok 謝謝 好 那我就繼續了 好 那我前兩段我就講完了 你conf跟env其實就是那個 就是你可以設定潛意變速的意思 好 所以像我這邊的話 你可能 因為你身邊是javascript 嘛 所以你就可以在上面判斷說 是不是production 那這樣 是不是production的情況 你可能就可以 指定出不一樣的環境變速 很方便你做這些事情 那你也可以分成好幾個檔案 反正你只要動marcher system 就可以弄得出來 好 那接下來是下一個部分 就是root的部分 所以我們剛剛最前面有提到 next就是他的 他的核心的做法是 他用檔案系統來映射root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我這個專案啊 我的pages 資料夾 底下也還有四個 現在有四個 叫checkout home member 跟product 然後裡面還有幾個檔案 所以像我這樣放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用next原生的route去跑的話 那我這樣的網址就會有 就是domain 然後斜線checkout 然後斜線checkout cloud page 這樣你就可以進去 這個檔案 當作是 應用程式起點的一個route 可是通常 我檔案入境的名稱 我不想要變成真正的網址 我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網址 而且甚至我的網址中 有些參數要映射 所以這個時候 只用他內建的這個 這個檔案系統 印射的方式的route 就會變得很不方便 所以 我記得官網 官方又提供了好幾套 這個叫什麼 next 這個 這個 他在發表r的時候 幾個 以公約範例嘛 那我記得光是route 就有好幾個 喔對啊 什麼 parameterize routing custom routing next routes 反正就超多套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一個route 都要放那麼範 我都沒了我都試過 我覺得next route 比較符合我的需要 因為他比較像是一個正式route 那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 第三方寫的套件 就是社群 社群熱情的人寫的一個套件 然後我覺得他還可以有改進的地方 但是整體來說已經非常堪用 那他的用法呢 就是 首先當然是你要有這個 你要有next route 你要 你要 在你的配置上要有next route 安裝它 然後再來呢 喔對了 剛剛有個部分沒講到 就是如果你的這個 server啊 你想要自定義server的話 那他有提供那個express 或者是coa的結果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 你可以直接用那個next 內建的server 那你就不用設定任何server 像剛剛設定完那些東西就可以用 可是如果你想要自定義server 比如你想要跟一個express server 或者一個coa server 串結的話 官方也有提供API 你可以在剛剛這一頁找到的範例 對 你可以找到跟express串結的範例 那我這邊也是用express串結 對 因為那個next route 也可以不跟express串 不過因為我是用跟express串 所以我這邊就展示怎麼跟express串 那這邊是從官方範例改的 其實就是你要引入next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定義你的route 所以我在我這邊config 有檔案有定義的這些route 這邊 這一段才是毛 我就copy它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去re-add-route re-add-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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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它的設定怎麼寫 然後我這邊其實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它的這個API 就是你new出來這個route 的一個instance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add一些route 比如說它有好幾種add的方法 我使用的是有定義名字 定義網址 還有定義原本的網址 原本的網址就是說 經過檔案系統音色的話 原本的網址在哪裡 所以比如說像首頁的話 這個定義名字的話 等一下會講到能幹嘛 那 你nextroute 你說內建的那個nextroute 我剛剛看有人在問 還需要next 你指的是 好像它是跟你說如果已經有 本身已經有建好route 對 nextr本身就有那個功能 那re-route其實並不是打掉重來 它是基於內建的route 只在疊一層上去 那所以你用它外層封裝好的API就可以了 對 接下來會講到 所以你定義名字 然後定義你想要的網址 然後定義原本 原本答案系統路徑應該有網址 所以像首頁的話 就是我的網址應該就是 在domain的跟route 然後所以我想要去印射到的檔案是 pages底下的home的home page 所以我就這樣寫 home寫線home page 那其他也一樣 這是我實際上要進去的網址 這是我實際上進去的網址 可是我想要進去的檔案在這裡 那比如說像是遇到說 像這個products 就是一個商品 商品的這個detail 那所以我的網址裡面顯然是可能會需要參數 這個就可以像用那個 像是那個 express式的那種 建議網址參數的方法 所以可以用冒號 連數名稱這樣子 那它對應到就是products productdetail page 就是我在pages資料講裡面 就的確有這個檔案存在 這樣它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 它背後那一套原本用檔案映射的 檔案系統映射的那個 還是存在 因為它是next本身的核心 所以next route其實是在這一層之上再疊一層 然後讓你可以從這個網址 進去的時候自動跳去 原本它想要去的那個頁面 然後因為有網址參數的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定義router的名字的話 你可以拿來幹嘛 就是比如說 如果我們用rear router的話 通常不是用什麼browserhistory.push嗎 然後就要打網址 可是 直接輸入網址的話 有一個缺點就是 萬一你哪一天想要改網址的時候 那你全部用 全部用到這個網址的地方都要跟著改 所以你route的定義名字好處的是 即使我今天也這一天 有一天這個網址我不想叫products 比如說我想要改名叫product123 可是因為我去呼叫這個route的時候 我用的地方都是用名字去呼叫 我都用products.list 所以 我程式碼都不用改 你這邊 只要直接改你的網址就好 所以說比如說 想一下我哪裡用到 link link 找到了 好 然後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它會像這樣 ispro這一個route值的一個instance 然後它底下有含幾個方法 這個寫法是從它的官方repo提供的 然後所以你可以從 你可以從這個東西 就是config route值 就是我剛剛自己定義的這個答案 你可以import到一個link 然後這個link用法 就很 感覺很像realroute的那個link 只是它這邊定義的東西不一樣 上面是定義是用route 然後route的 的那個 內容你可以給它route的名字或者是route的網址 它都可以 它一個不行就會試另外一個 然後接下來說你要給參數的話你可以給 用這個parms permeters 然後比如說像 假設我是要去剛剛那個 product detail的 的route的話 然後又全名叫id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 id 然後比如說10 那這樣子的話 它頂下去那個東西的時候 它就進去那個route 不過我比較要注意的是 它這個link跟realroute的link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這個link內建沒有a的效果 就是它並不是直接代表一個a的標籤 所以你必須裡面自己再報a 然後這個a不指定craft 這個時候那個a的craft就會變成 外面這個link產出來的網址 如果你直接用link 然後裡面不報a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警告 它會跳出一個警告 而且可能行為會不符預期 這是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想要使用是用程式的方式去指定 tail到某一個route的話 除了link之外 除了link之外 你還可以從 你剛剛設定的route 裡面撈出一個叫route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使用route.pushState 不是pushState pushRoute 然後一樣你會給它一個route的名字 像這樣 像我剛剛的確有 宣告一個叫memberMenu 名字叫這個 那實際上網址是後面這個 然後對應到的componentPath是後 第三個參數 像這樣route.pushRoute 就可以用程式的方式 就很像你的route 是用routehistory.push push push是類似的意思 那到底是順序誰前誰後 好對我們回來這邊 這個順序誰前誰後 就是看你的express裡面是怎麼定義的 如果你的express裡面 定義的時候 像我這邊是useHandler 這個就是我的routeRoute next route的handler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handler之前去定義route的話 那你的express的 比如說你昨天在這邊寫express API好了 那express API的優先順序就會先於 next route 那你寫在後面的話 你可能會永遠進不去 因為那個next route的詞是會持任何一個網址都進得去 所以如果你想跟express融合 可是又有一個 又有其他的API 想要擋在next route之前判到的話 你要寫在他前面 這樣就可以 可是 我猜 會有人想問的問題是 因為他可能想說 你想說把 API server跟next server並在同一個server 可是我個人是不太建議這樣做 我覺得分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第一的是你這樣開的話比較方便 再來就是 這樣server的負擔會比較小 那你要怎麼樣讓兩個server並成同一個domain 你可以用ngins的proc server 比如說像我就是這樣做 因為我的前路上是完全分離的 所以你會看到我這個server裡面並沒有任何API 可是我有開另外一個API server在這邊 它是一個sales 就是node.js的sales的框架 然後 然後 然後我怎麼樣把兩ser並帶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找一下 然後這裡 這邊 這邊是我的API server 那他就是判斷說如果我的網址開頭是這些東西的話 那我就去我的API server 那如果剩下的話 因為我把這個寫在前 然後把這個寫在後 那3000pro就是我的next server 所以剩下前面這邊不符合的剩下網址全部去next server 所以用兩個proc server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兩個 一個API server跟一個next 就是純粹做sales的 server 做分離 然後可是並在同一個domain裡面 對啊 sales好像沒什麼在動 可是沒辦法 因為那個是之前留下來的 章案 對 因為我們是前後段分離的 我主要是負責寫前段 好這樣OK嗎 所以後面的話這邊的做法 用法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next的 剛剛那邊的官方圈都有寫 要怎麼跟experience串結 那其實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 用next route產出來一個handle 然後再用experience的app.use 然後再監聽一個pro 然後就可以使用 那這時候你說你呼叫的時候 就不是用next這個指令 我現在的話 我就是直接呼叫這個server node這個server.js 這邊 OK 好到這邊有問題嗎 看到那個反傳 好 其實我也是 因為我是主要是負責前段的部分 好 那就OK嗎 繼續嗎 環境跟route的部分大概就這樣 route其實基本上三塊 一個就是我剛剛講設定 你就用它的api 而且因為它是dynamic的 所以你可以事後再加這個東西 你可以程式跑到一半的時候 再去臨時加一個route 它是支援這個功能 如果我是沒有 我是已經寫實在這裡 然後這是設定的部分 那實用的話就我剛剛講那兩種例子 一個就是用link 這很像realroute的link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用可程式的方式 就是用route 然後用pushroute 然後一樣這第一個參數用名字 第二個參數用這個你的perimeters 好 那先講 我剛剛看到有人在講adonis 我有用過adonis 我有用過adonis 我的那個 我幫中央大學寫了一個手機本網站 後端我就用adonis adonis三線 不過 後來我用 我在最近 順便先聊一句 就是 最近的話 我有在找另外一套 我在用另外一套node的方架 是aggs 是中國那邊的開發者開發的 然後他是基於coa 他是coa base 對 然後我覺得用起來還蠻不錯 adonis 很棒 但是 而且adonis是參考lavavel 他方網就寫得很明確的 因為我以前寫 我以前是其實在寫php的 我最早是從php後段開始玩 然後那時候就是用lavavel 所以我非常喜歡lavavel 所以那時候的確 就想在node上面找一套接近lavavel的框架 那adonis 其實的確很參考lavavel 可是 adonis 目前是在3點多吧 那他目前為止 還不以原生支援 async away的方式操作 但裡面的非同步都還是要generate 那之前有人跟作者反映過 他說他希望 the node的原生支援async away 那其實今年4月已經支援了 不過adonis 4.0版本 好像還在開發中 所以如果adonis 4出了有支援async away 我可能還會回去用 那我現在自己這邊 那個研究所新的專項號 是用ag.js 因為ag.js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也確認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orm還沒開發好 對 不過因為我是配mongo用 所以我用mongoose 所以目前還沒有遇到這個curl 那ag的話其他部分我都覺得做了 而且他是coad base 所以他可以用所有coad middleware 好 就是順便閒聊一下 好 那ross的部分就到這邊 有問題嗎 對 而且ag是中 那個中國人寫 所以他的公文件都中文的 ross沒問題 那我就繼續 好 那接下來就講到 可能比較多人關心的 這個state management 的問題 然後因為我本身是在用redux 那 所以我的範例 我這邊就是會講redux的部分 對 那所以如果你不是用redux的話 可能就不好意思 因為 畢竟redux也比較多人用 所以我這邊是 我的專頁也是用redux 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redux 在做sphere rendering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要怎麼樣做到 某些事情先在後端 的redux做 然後接下來 剩下的事情 可以讓前端的redux來做 而且中間這個資料 不可以丟失 這個是你用 一個redux做sphere rendering app的時候 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官方有提供一個範例 我相信很多人有玩過 這個 就是 有一個叫redux的一個範例 有人有用過嗎 調查一下 有沒有人有試過這個東西 那感覺如何 有什麼問題嗎 我之前是有去調 看過他的一個 看過了他的sauce code 然後其實 他的邏輯寫得還不錯 雖然陳正瑪寫得有點亂 不過我覺得他有個小問題 現在有那個 withredarsaga翻例了 他這邊文章都不更新了 這是2.08部的時候 他其實example有更多 在那個redux看得到 對 有些東西是默默在3.v3beta 對對對 會先加一個翻例 可是他那篇文章都不更新了 他也沒有所謂的官方文 官方的獨立的網站 他們可能覺得現在還沒必要做這種東西 其實好像有人嗎 那好像不是官方 就是有人說什麼 learn next 他只有官方的broke 那個是別人做的 對那是別人做的 他只有官方的broke而已 就是剛剛這個 他並沒有一個next專用的官方 我想要找的是那個 那個套件的原始嗎 就是這個 有一個社群的人寫出來的 這個叫做next redaxer 我記得好像還有另外一套 不過我主要是參考這一套 然後 看一下他的原始嗎 這是他的原始嗎 然後他的邏輯呢 其實 雖然他寫一大堆 他其實邏輯也沒那麼複雜 他的邏輯呢 首先要先從next的一個功能開始講 剛剛有講到說next核心是pages底下的檔案嘛 然後他必須是一個component 那我就隨便開個檔案 首先next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在pages裡面的component的話 那這個component會擁有一個生命週期 叫做get initial props 然後這個component 這個生命週期只會在pages底下有 所以如果你是pages以外的 也就是不是route主要入口的component的話 是不會有這個生命週期 這生命週期他自己插進去 因為react顯然是沒有這個生命週期 那這個生命週期他的重點是 它是一個steady function 而且它可以是async function 就是它可以進行非同步阻塞 那為什麼要進行這個功能 以前如果你用route 想要進入一個頁面之前 去做某些事情的話 你可能必須要用什麼unenter之類的hook 那會很麻煩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你進入一個頁面自己想做某些事情的話 通常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你要等它做完都再進去 一種一種是我呼叫了 可是不用等它做完進去 進去可以先顯示loading畫面 可是如果在server side的話 當然要等它做完之後才可以進去 或者比如說我去呼叫API 撈資料回來 就資料沒回來 我就繼續往下render 那顯然等於跟沒呼叫一樣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你呼叫一些async的行為 那這樣子 你才可以做出 在server side 做好某些流程 然後再 render回來 到cry side的地方 所以他就提供了像這樣一個叫做 get initial process 的一個生命走期 所以 像他這個next redirect record 他其實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他先判斷現在的環境 是不是 他先判斷現在的環境 是不是瀏覽 是瀏覽器還是server 那如果是server的話 他會在後端先 在後端 就是在node 在server render裡面之後 先new一個reduced store出來 然後接下來的話 跑這個get initial process 裡面做的事情 因為這代表通常你可能在get initial process裡面 會去發某一個reduced的async action 然後確定他跑完之後 然後接下來 再開始 render 他該 render的東西 然後並且他會自動幫你把 原本你這個component 就是原本你的page 然後自動在外面 他用highorder component的方式 在那邊自動包好你的 所謂的provider 因為我們在寫reduced 都必須在應用程度最上層包一個provider 然後提供給他你的store 唯一的store 那他其實就是 他要這個component來做這件事情 那他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我說這個套件 小小缺點是 他會強制把你的 他除了會幫你包provider之外 還會強制幫你把這個pages 做connect的動作 但其實你的這個pages 不一定會connect 你有可能是這個pages底下 就比如說你還有一些其他的container 你的redust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smart component container 才會需要connect 我在page本身 我的render這邊 並不需要使用到任何redust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這樣他就會等於是多包了一層 我記得在這裡 看一下 Render 你看這邊 他會自動幫你把那個 connect的內層也包上去 他會自動幫你把那個connect的內層也包上去 他使用了 re-redust的connect的方法 然後自動幫你把那個connect的內層也包在外面 那所以說如果你的這個pages pages是一定要包provider的 因為pages等於是每一頁的一個最頂層的一個component 所以你一定要包provider 這樣底下所有的東西才能使用redust 所以provider一定要包 可是pages這頁本身是不一定會用到connect的效果 就比如說你不需要用到dispage的方法 你也沒有想要從這個redust 撈樣的資料 因為可能是底下component 底下的container才會自己去撈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邊就會等於說強制你多包一層 我就覺得這個套件一個小小缺點 那我 因為我自己 我這個專案的話 是自己另外寫了一套redust的封狀 就是比較高程度的封狀 所以我並不是使用普通的redust 可是因為 就是我自己開發的套件 可是因為它並不是一定要使用的 所以我這邊可能不會詳細的講 是會有人有興趣 因為我是剛開發 不過我是已經用在我們的production上面 那但是我其實它核心也是redust 所以一樣是會做類似connect的效果 所以那基本上的話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用這個翻例的話 看一下剛剛這個翻例 它的pages 因為它這個的話就是比較純粹的redust 它其實就是像這樣的 用還有這個component的方式 然後你給它 你給它你的 會印得出store的一個方法 因為它為什麼你需要給它一個印 會返回一個新的store的方法 而不是直接給它一個新的store 因為 你以前在寫 存client side rendering的 應用程式的時候 你每次進去這個應用程式的時候 一定只會有一個store 因為你的瀏覽器一旦重刷 真面周期結束 就重現在一個新的store 可是next不一樣 next它必須要做isomorphic 所以代表說 你在server side 也有可能會需要 跑出 就是需要產生新的store 而且 你會針對每一個不同的request 產生不同的store 因為你可能 比如說你的這個server 同一個時間有好幾個人 進了不同的頁面 那就是說當然要 你的node的整個應用程式當中 就會同時產生好幾個不同的store 所以你不能直接先禪死一個store 你必須要定義一個 會產生store的方法 然後供它重複呼叫 所以像我這邊就是有定一個 還是看它翻譯好 這邊 它這邊就是有一個 這邊 會產生store的一個方法 然後使用的就是這個 內建的redux create store的方法 然後它上面 因為它是沒有把reduce 和action分開 所以它是把reduce 和action 所以你必須要提供一個 會回產新的store的一個方法 而不是直接把一個store 產生死在那邊 因為你的server side 每次在重新 一個recreate進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重新產一個store 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跟你純粹在寫 crime side的應用程式是不一樣的 OK到這邊OK嗎 就是你的reduce 基本上就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個 真正每一個page 你要產生全新的store出來 第一件事情是這個事情 誒 有問題嗎 那我這邊用我自己寫的套點 但是原理也差不多 其實一樣就是要用 high-order component 的方式 去把這個 去產生新的store 然後並且 把那個provider 包在應用程式最外層 就是說整個應用程式的最外層 還是要包住這個叫provider 東西 那為什麼你每頁都要包 因為 相信應該大多數 有些rear的人都有用過rear router rear router是怎麼樣產出一個對應的頁面 就是說你當你來個王子進去 他是怎麼樣產生出你想要的畫面 他rear router其實並沒有一頁的概念 他是用什麼方式 他就是用層層堆解的方式 那你有沒有寫過的應該都知道 就是 route 是嗎 然後底下又有 route 然後你可能會指定他的component component等於某個東西 等於XXX之類的 然後就是挖一堆的洞 然後他再根據一層一層的 route比較 因為你可能會有那個 我忘記是 pass 反正就是一層一層去比較他的王子 說member 然後底下可能會有 喂 跟有人講話嗎 我可以 沒有關到mine 好沒關係 那我繼續 所以你rear router通常是用一層一層拼出來的 然後再把多個component拼出來 可是next不一樣 next的核心概念是一個route 有時候你打進一個網子 他就進一個不同的component 所以你必須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進去不同頁面 其實就是有一個不同的頂點的component 所以每一頁 完全不會共用任何的component 所以當我進去home page的時候 我的整頁的頂點就是這個home page 我進去product detail的時候 我的整頁頂點就是product detail 我們並沒有共用任何的 任何的component 所以這是next跟你在寫 可能用rear router那樣子 用pin出來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說 所以等於說你必須在每一個 你每一個page 就代表說是每一個全新的頁面的進入點 所以你的整個應用程式都想要涵蓋在redux的範圍底下的話 你自然每一個page都必須在他外層包好provider 所以當然你也可以不要使用high order component 你也可以自己reinjure你的provider 然後 然後包在 包在這邊 然後接下來就是 每次要重新產你的新的store 然後去指定你的store 這樣也可以 指定通常這樣寫 每次這樣重寫很麻煩 所以通常都會把它定義成high order component 然後可以直接包在原本的pages外面 這樣的話 雖然我的pages 因為其實像這樣 實際上我真正的page是 在非常裡面 可是外面包了一大堆東西 這就是用high order component做出來 然後最後面有包了provider 所以 你在seversive rendering做redux的時候 第一個概念就是說redux的store 每次在seversive rendering的時候都要重新一個 然後 你可能在seversive做某些事情 比如說在你的gain initial process 你去發一些action 比如說我去撈API 然後去要資料回來 然後接下來開始 接下來開始 render Render完你就得到純粹的html 就是seversive rendering想要的結果 然後接下來這個時候 seversive的生命周期就結束了 你就準備response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把redux裡面的資料 就是你的用reducer 組出來的redux裡面的state 壓成純粹的json 像是這樣 像這樣 像這樣 這邊就是我seversive rendering出來的結果 壓成純粹的json 然後 搭載在這個html裡面 他就自動幫你附在html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 接下來到達前端了 那前端的redux 再接力把這個資料 當作前端的redux 的interstore的時候的初始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說 有一些資料 我明明在crime side 因為crime side沒有發任何的action 可是你會發現已經有資料 因為我在seversive已經做好了 我在seversive 利用gain initial process 發好那些所謂的API 的一個assign action 然後接下來 把資料塞進seversive的store裡面 然後serversive的request 的結束 準備要response的時候 他就會把serversive的那個redux 的store 把他的資料 pass成 這個靜態的json 然後塞進html裡面 塞進html裡面 這個時候前端 到達前端流暗期的redux 開始跑 前端的redux流程的時候 所以前端也會innerstore 這個時候前端的redux innerstore的時候就拿 剛剛藏在html裡面這一段 後端已經處理好的資料 當作前端的redux innerstore的時候的initial data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說 我一進來說 前端的這一個redux的store裡面 已經有這些資料 因為我在 我剛剛有在gain initial process裡面 就是在seversive認識的時候 已經要求要付這樣某些資料 對 這個是核心的概念 就是 你的 你要怎麼樣在redux 那個redux做seversiverending 的一個流程 好像有點抽象 到這邊可以嗎 因為我剛剛講的是一個流程的概念 有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 他換頁的時候 如果我想要延續他之前的那個initial的那個set 是不是要用那個local storage先存起來 你說換頁是指說 就是上面的配置如果你有點的話 你說 你說connect routing嗎 就是我在 我在我的這個 那個 那個redux的資料不會丟失 不會丟失 不會丟失 因為 因為你會覺得說 照理來說有可能會丟失的 對 好像換音樂這樣 對 你會覺得他有可能會丟失 但是他實際上不會丟失的原因 是因為 在原司碼當中 他有做一個處理 在原司碼當中 有做一個記憶的處理 找一下 現在叫什麼 沒有 然後這邊 他有一個記憶性的處理 就是他會把那個 把那個 store 把那個store存在 瀏覽器的 類似痊癒的效果 就是他直接把它存在 瀏覽器的記憶體當中 然後你換頁的時候 如果那個東西已經存在的話 他就已經記好的 而不重產一個 嗯 對 對 他用這種方式來避免 因為換page的時候 整個 寬風能被重刷而丟失 是都有的問題 OK 好 那這個流程有問題嗎 其實還蠻抽象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就繼續 因為要先聽懂我剛剛在講 那個流程在講什麼 你後面才有辦法繼續下去 OK 好 所以就代表說 你可以自由的控制 某一些action 你到底要在 server side 的random result 就發 還是在 current side random result 就發 比如說像我這個 以守夜為例 不要守夜好 因為守夜我發太多東西了 找一個比較單純 好 這就是一個類似商品列表 東東 然後全部都關掉 我的product list 那很顯然 像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剛從首頁切進來的 那切進來的時候 依照大家如果有寫過 我存crime side的reactor reactor加redux的話 你這樣就會覺得說 那我一定是一進來的時候 我在那個 component-demount的地方 我就去發那個fetch 或者說發在adjax 然後所以它就會發出去 然後接下來 reclare success的時候 然後就會看到畫面上有東西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是指說 我進來這個畫面之後 再開始發 然後還沒回來之前的時候 我就不顯示內容 可能要不然就是空白的 要不然就可能顯示一個圈圈在那邊轉 就代表說是一個loading的情況 這個是以往的做法 那可是你在servicize randomly的時候 你會希望說 我的畫面在回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些資料 而不是我到達旅覽器的時候 開始發這個資料 所以你看 你會發現當我在js 重新servicize randomly的時候 我是不會發任何action的 你會發現說那個資料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代表說你會有兩種情境 那首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getInitialProp 這個生命週期 除了我剛剛講說 它是一個steady function 它可以async之外 它還有幾個特點 那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方法可以return一個option 這個object會變成 你的component的render當中 其實不是render 反正就是component當中 list and props 它會合併進去 所以其實這就符合它的名字嘛 getInitialProps 所以比如說我這邊叫 有發一個AA100 那之後我在render裡面 取list and props AA就會得到100 它提供像這樣的功能 可是為什麼我沒有return東西 那是因為我是把東西 存進redars裡面 所以我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我這邊redars發了之後 那我另外一個地方 去connect redars 自然可以拿到那些資料 所以我是沒有使用這個功能 我是沒有使用return probs的這個功能 那它可以不return 它不return東西 它就會自動 就是return一個空的 那個物件的概念 就是說沒有東西混進props 這樣 好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getInitialProps 這個生命週期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而且很容易才要累 我一開始就是搞不清楚這個機制 getInitialProps 這個生命週期 這個生命週期會在後端跑 然後到前端之後 就不會再跑一次 它到前端之後 我在這件事情 在return的話 到前端瀏覽器 畫面渲染完之後 它不會再跑一次這個生命週期 可是如果我是 比如說我先回去首頁 等一下 因為它每次都是臨時才 compile 所以每次都要等一下 覺得有點煩 讓我進去 比如說我現在原本在首頁 我在首頁做serverter rendering 然後接下來用client routing的方式 進去product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在前端跑這個生命週期 而且一樣會阻塞 所以如果你在裡面去做 去做await的動作的話 你會發現你一點下去的時候 沒有馬上進去 要等裡面的API發完之後才進得去 所以這個生命週期 它也可以在前端跑 也可以在後端跑 可是如果你是在這一頁 做serverter rendering的話 那它只會在後端跑 然後到前端 到serverter rendering完 到瀏覽器 你看到畫面之後 它就不會再跑一次 可是如果你是從別頁 先在別頁serverter rendering 然後再用client side routing的方式 切來這一頁的話 那它就會在前端跑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你要搞清楚這個 這個function到底是什麼情況下 會在後端跑 什麼樣情況下會在前端跑 所以我剛剛這一頁 我想要做到的效果是 如果我在這一頁 serverter rendering的話 我要在後端就要好資料 然後你會看到沒有發展的action 我在後端一過來的時候 initial的stage就已經有資料 因為看到商品的資料 已經在這邊了 有九個商品 十個商品 所以我的寫法是 這邊有些 大家沒看過的東西 是因為我是用我自己寫的套件 那其實一樣 因為你用Reduce那個weapon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 給你營修proves的 傳進來的那個參數 傳進來的參數 是一個叫context的東西 那那個東西會包含一大堆東西 包含像 express的request的物件 response的物件 然後它會幫你注入 its server 就是讓你知道說現在是不是在server 還有一個重點是 它會幫你注入那個 它會幫你寫好 你剛剛寫好的那個store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使用store.dispatch的方法 來發你熟悉的action 對 那我這邊是因為用我自己的套件 所以我是不會寫到 dispatch 但是原理差不多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判斷說 is server 當然你也可以判斷說 那個type of windows 等於等於undefined 是不是true 如果是true的話代表說是server 就代表說你是在server-type rendering 在node的環境 那如果不是 不是的話代表說你是在流亂器的環境 所以我這邊做的邏輯就是 如果我是在server-type rendering 是在server-type rendering 來進入這個畫面 這個頁面的話 就是我的商品列表頁面的話 那我要在server-type 就要好資料 所以你會看到我這邊 發了這兩個action 那大家如果有用過redar-sync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的一個redar-sync 它是這個 你的這個sync function return的是一個async function的話 那你的list-post.dispatch 最後會return一個promise 所以它可以await 對 所以它會returnPromise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使用promise.all的方法 那為什麼不第一個await 然後再await第二個 因為你這樣的話 就等同於是在浪費了這個 非同步的效果 因為 如果你這兩個 那個async action 並沒有相互的資料依賴的話 它們應該可以一起發出去 不用等到第一個回來再發第二個 所以你就可以把兩個promise 丟進promise.all 然後再一起await它 確保說 每個東西都一起發出去 可是要等全部的回來 我的這個流程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我在serversize 我必須要await它 因為如果你不await 它會發生什麼事 你會發現serversize 並沒有要資料 然後你就發現沒有資料 對 因為它什麼事都沒 它在後端雖然有發 可是沒有乖乖的等API回來 才response 整個serversize rendering的流程 所以等同於白做 所以你必須要在這邊await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 如果我是 在clineside的情況下 要進入到這一頁 什麼叫做clineside進入這一頁 就是說你原本是在別頁 你原本的serversize rendering 是在別頁 然後你用clineside routing的方式 就是在前端切頁的方式 進來這一頁的 比如說我現在 我現在好 我現在在home重新整理 就是在home做serversize rendering 然後到了 這是我用clineside的方式進product 這個時候 它就會在clineside跑給你一些probs 可是這個時候it server就會變false 因為它會判斷說 這個是在流氧器環境 所以這個時候我在流氧器環境的話 就要發這個 一樣發這個action 可是我不await 因為如果await的話 它就變成說 它的API必須要讀完之後 才進得了這個頁面 比如說我試一試 我覺得next有個地方 因為我很不高興 就是它 它那個 它 它不是會根據每 就是你用到哪一頁 它才去臨時去build 某一個頁 某一頁嗎 可是它把它丟棄的速度超快的 大概不用20秒吧 它就會把之前的頁面的丟掉 所以你就進去的時候要重新build 要重新等 我覺得這樣很討厭 看了之後去發issue去抱怨一下 只要把那個時間延長一點 好比如說我現在在home來做servity rendering 然後這個時候我進product 你會發現稍微鈍了一下才進去 那是因為它等那個fetch回來之後才進這一頁 那很快是因為這個API在我local host 所以你都會發現這麼快 所以如果那API要5秒之後回來 你會看到我剛剛點了一下之後 它繼續停在那裡 5秒之後才進了這一頁 可是顯然我要的效果不是這樣 我要的效果是那個 不好意思 我這個程式碼是內部專案 所以我沒有辦法提供完整servity 不過我有另外一個範例可以到時候提供給大家 就是不是一個正式 只是我練習用的一個project 所以我想要的效果是 你一點之後是可以進來這個頁面的 因為如果我只發著action的話 它是一個assign function 所以發出去如果你不await的話 它還是可以繼續往下 它去做它的事情 它去做它的非同步的事情 可是可以繼續往下 所以這時候還是可以順利進來這個頁面 那你可能 比如說假設真的API要5秒回來 你可能可以先顯示5秒的loading的效果 然後接下來再顯示 再顯示整個 就是資料回來之後 再顯示原本它要顯示的這個商品列表的效果 所以我在ClinSide的時候 我不await 因為你在ClinSideawait 就會讓ClinSide沒有辦法馬上進來這個頁面 可是ServerSide為什麼await 因為ServerSide你本來就一定要await著 之後你才可以開始in 因為ServerSide的流程並不是一個 非同步的流程 ServerSide的流程是一個 必須是要一個線性的流程 它不能夠 那個停下來 它一定是 一定要全部事情做完之後 Response出去之後 生命周期就結束 所以你必須要在ServerSide做await著 那ClinSide的話是根據你自己需要 可是通常大多人不會這麼做 因為你沒有必要在進去頁面前把它堵塞 你可以進去之後顯示一個loading 然後等東西回來之後再顯示原本該顯示的東西就好 所以這是你Reduce 如果你做一些async的事情的時候 你應該要采取什麼樣的策略來 說你的資料要怎麼樣做 你的資料要到後端抓呢 還是在前端抓呢 所以你可能還考量一個點就是說 我這個資料其實沒有必要在後端抓 比如說你可能覺得我是後端做的話 第一個是這樣的話 我後端第一次訓練的時間會變長 第二個是將會增加伺服器的負擔 而且這頁剛好如果又沒有SEO的需要的話 那你可以不在後端抓這個東西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在後端抓 你可以一律說我在前端的時候抓就好 那後端你就可以不要抓 那最主要的差別還是在於說 SEO的問題會比較嚴重一點 因為如果你在後端抓的話 你才會成功的在後端就訓練好這些東西 像你看到這個東西 比如說像對我來說 像對於我這個EC服務 就是電子商務服務來說 SEO是極其重要的 所以我必須要讓 server side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個商品列表 甚至是商品的detail 所以對我來說這頁我一定要在 server side就把資料抓好 這樣子我在server side rendering 看到source code說才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那像我的比如說像是Facebook 我在貼的時候 他才可以正確抓這些資料 那如果這頁內容是一個無關緊要 或是說它是一個非公開的東西 比如說是你的會員的訂單好了 會員訂單的話 你不做server side rendering也沒差 你可以你的那個會員訂單的項目 可以等到到crime side之後再開始要 那也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他沒有SEO的需要 所以到底這個 這個 這個 assync action你要在 server side rendering 就資料就處理好 還是到crime side 再處理 這個就是看你自己的需要 那我這邊是解釋一個流程 讓你怎麼樣來 這個自己的控制這個部分 好到這邊有問題嗎 這邊有大大要問問問題嗎 OK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嗯 那其他大大也沒有問題 我這邊是OK 好 好 那個我可以休息個兩分鐘嗎 我想去一下洗手間 喔OK 好等我一下媽媽就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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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那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那我繼續囉,可以嗎? 麻煩了 那Redux差不多就是這樣 因為我是用了我自己開發的一套 重新封裝Redux 就是在Redux,那個ActionRedux的概念底下再往上封裝 因為我覺得原本的話我用起來在開發 在東西比較複雜的時候不太順手 所以我是自己開發了一套 就是把什麼ActionTypes、Action跟Redux 都做好封裝的一個套件 所以你剛看到一些程式嗎? 可能會跟大家熟悉的不太一樣 但其實底部原理是一樣的 因為還是原本的Redux 所以還是一樣我方能發一個Action 然後我自己寫了一個 做Agex的Middleware之類的 所以我剛剛主要是在講流程 就是概念 Redux要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好,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等一下可以再回來講 那我接下來要往下講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要講Layout的部分 這個東西可能會是比較多人的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Nex官方並沒有提供任何解 所以Layout其實就是 在解決剛剛講的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因為Nex的話它是以Page 當作每一頁的一個頂點component 所以當我進A頁面的時候 它就是Render這個component 就你Render寫什麼它就印什麼 那當我貼到畢業裡面的時候 你的Render裡面寫什麼 它就印什麼 那就問題就來了 可是我通常大多元的網站 其實我們是會有部分東西會共用的 比如說我上面的APPBar會共用 那比如說或者說我的商品的這個 列表跟Detail 我上面這個商品資訊 這是這一塊的東西 會共用嗎 所以我可能不但會有共用 而且它可能會有多層的共用 的時候 那這問題怎麼辦 那另外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 我的這個Document的功能 雖然Nex其實有提供一個叫 Nex head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用它來改變你的Document相關東西 比如說像title的部分 可是如果我這個每一頁 我的這個Document title 跟這個 我的這個Layout層次是有相關性的話 比如說我的商品列表 我的商品資訊 然後在商品列表是寫商品列表 可是如果我是在商品詳細的時候 中間我在商品詳細的時候 前面一樣有寫商品資訊 可是那個 那個最後一段是要寫商品的名字的話 所以它會有一個程式上的一個 沒有辦法重用的問題 所以我之前就在想怎麼解的問題 然後 官方其實有提供一個範例 不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新的範例 搞不好有 不過因為我那時候研究的時候 3.0還沒出 然後提供一個非常極度陽春的範圍 然後提供一個非常極度陽春的範圍 找一下 找到 它是怎麼做的呢 可能pages裡面就是會有這個 一個component 所以它就把你要共用的部分寫成一個 另外一個component裡面 然後接下來你在這個 使用這個component的時候就把它包起來 就像這樣 Layout 然後把它包起來 然後我在另外一頁也要用到那個部分怎麼辦 那就一樣 在另外一個配語一樣互叫這個component 然後把它包在最外面 那 你要怎麼樣正確的因素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是Layout Component 你就是放一放一切你要的東西 然後最後在那個 要填洞的地方 就是在這邊填 List-Post-Children 就是用這種方式 來達到這個效果 那這樣的話 顯然它的封裝性不足 就是 這樣可行沒錯 可是這樣不好用 而且還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 所以 最後我就自幹了一個 就自幹了一個 NextLayout 我應該會發成 發布成一個NPM套件 不過現在還沒有 對 因為我還在開發中 現在還有一個功能還沒做出來 然後 然後它主要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純粹的Layout Extend 這個其實是最好解決的 就是所謂的 剛剛講這個 我的畫面可能會有部分重用 而且還可能還有多層是重用 比如說我現在這網站為例的話 我所有網站最上面都有這個APP報 那像商品的話 剛剛 商品的話是還有一個第二層重用 我的商品資訊這一層 功能是重複使用 有沒有 如果再不是商品的話 這邊是不重用 所以它可能會有 每一頁會有不同層次的 的這個Layout Extend 就是繼承的重用 所以我這邊有寫一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 基本的樣板的重用 所以比如說 以剛剛的這個商品為例的話 首先的話我有一個 整個網站都要共用的樣板在最外層 我寫在 APP裡面 我叫做APP Layout 這個東西是整個網站都要共用的部分 所以我 只要先看Render的地方就好 所以我在這邊放了一些 整站都會用的東西 比如說一些 全站都用到的東西啊 然後 比如說像是我真的有用到 因為我有用那個VM Notification System 那因為它全站都要用了 所以我就可能放在這邊 然後 所以我接下來 下一層的東西 老實說 Nex有提供是 Nex目前官方並不只原來的功能 可是我覺得它 它想要做核心是哪補責 可是我覺得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我即使我現在這樣做 其實還是有一個致命的問題 而且這是沒有辦法靠加工解決 那要等Nex提供這個功能 對 等一下會講到 但是大部分的地方可以解決 好 看一下 剛剛 這邊有人貼一個東西 對對對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打算要做了嗎 不行 就是他們現在就沒有這個東西 應該說 他這個 你看他的衣服是八十八區 應該說他們想做很久 然後一直做不出來嗎 一直在討論 怎麼做會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必要的 因為我現在這個東西的做法 等一下會再談到 就是其實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只是看起來像重用 但實際上是沒有重用 對 我也是在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出來的話 才能做到真正的重用 好 謝謝你提供資訊 好 所以他用法的話 其實就跟你在做 用rear router去拼 那個一層一層洞一樣 你就在那邊開個動 leaks.proves.children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就是去extend一個Layout 然後rootLayout 是我本身提供的 就我這個套件提供一個Layout 那其實你不計程它沒關係 只是計程它的話 可以使用怎樣 會講到一些Document的功能 主要是給SEO 還有Document相關的功能用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如果使用這個Layout的話 我就 就會自動有這些東西 然後原本Page的東西 就被填在這裡 那像是product的話 我還有第二層Layout 就是這邊要寫一個商品資訊 這邊 這邊要有商品資訊 然後是 那個list 跟detail 都要有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 productLayout 然後是繼承我剛剛的那個appLayout 所以最後面 因為我要使用這個page的時候 就使用applyLayout 然後去 因為我上面有import這個Layout 去apply它 所以最後呢 這邊這個東西就會被填在 這裡 口大Layout這個東西 那這一塊呢 就會被填在appLayout 就會被填在appLayout 在這裡 然後最後拼出整個畫面 所以就可以做出多層的template效果 這是最基本的功能 這樣應該OK吧 那這只是最基本 這其實你自己幹你都很容易就可以幹出來 那第二個 或者它另外幾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再來問題就是document的問題 也就是說 像我剛剛提到的 比如說你的title 如果要對應你的這個Layout層次怎麼辦 還有呢 如果我想要在這個soulcite rendering裡面的時候 提供一些特殊的tag 比如說給這個Facebook使用的那個 OGXXXX 比如og-image 或og-description 官方有提供一个next-head的功能 可是如果你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互交的话 它显然很难统一管理 所以这一个package我另外做了一个功能是 你可以在任何layout或者是使用layout的page 去定义一些 document 相关的资讯 那第一个先讲title的部分 那只要是layout的component 或者是使用了layout的page 都会有一个steady function 叫做get document data 然后它会自动传入probs list and props进来 然后你可以return一些资料 然后跟title 这是我自己定的API 就是跟title相关的 一个叫titlePort 然后另外一个titleSetting titlePort就是说 这一层的layout会对应出什么样的title 所以因为我的APP layout是最顶层的layout 所以我在那边写了piglay piglay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的名字 所以我不管去哪一页的话 你会看到都会有piglay 你会看到像我这边放在最后面都会有piglay 不管进去哪一页都会有 所以它是最顶层的part 那setting的话呢 是因为我这边就是为了方便做一些小功能 就比如说你的join要用什么样的字join 所以像我这边join的话是用cong-cong 你会看到商品资讯跟商品名中 用cong-cong 然后接下来一个preprocess 就是它可以 它会帮你传入所有part titlePort的array 然后因为我这边想要做到一个效果 就是把我的网站的名字放到最后面去 然后用斜线隔开 所以我这边就是把原本在array的第一个 因为再来说这个piglay应该在第一个 就是第零 第零个才对 所以我就把第零个拆下来 然后再接到最后面去 然后最后return这个结构 然后就会拿那个结构的array 来渲染出这个title 那这个功能同时在crime side跟server side都有效果 所以你在server side进去的时候 你依然可以看出pig出这个正确的title 然后你在crime side的时候也可以有这个效果 切换的时候crime side也会跟着切换它的title 对 那当然核心是用next本身就提供的head做出来 比如我现在在商品列表 然后进去detail页的时候 上面title就跟着变 但同时server side render也有效果 所以这是title的部分 所以我这边设定了一个part之后 然后我下一层的layout 就是设定商品资讯 然后如果是detail的话 就有个比较特殊的需要 因为list的话 list的话是以刚刚我这个翻译来说 我list的title part固定的嘛 就商品列表 而且不是固定的 商品列表之外还有可能有那个管别 如果特惠商品的话就要变特惠商品 商品列表 然后如果是美法用品的话 上面就要变美法用品商品列表 所以它可能都是动态的东西的 所以你一直在那边一直写 一直用内建的next head写的话 你的render方法会变得很乱 所以 然后我想说既然这个东西跟你的layout层级 又有很大相关的话 所以我就把它统整在一起 所以像list的情况的话 我这边 因为这个department就是管别啊 我的商品管别 它一样是API要捞回来才有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先 因为这个方向会传进去probs 然后所以我这边 因为我这边有connect 那个redux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判断说 我的probs的department 就是status有没有success 因为这个东西我有存在redux的store里面 所以是probs department 我用status 因为如果是还没发的话 是正在发是request 成功之后才会变success 所以我先判断说它的success 代表说我资料确定有抓了 那我就判断说 现在有没有点 有没有管别 有的话 我的title part 这个array 就加东西上去 然后我说用return 那detail的话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我detail 应该要显示这个商品的名称 在这个title上面 所以一样 我可以拿到整包的product detail 就是我现在有捞的detail 所有了 但现在是空的 然后接下来是 只要讲到一点 你要怎么样拿到那个 网址参数 那其实所谓的网址参数 通常 如果稍微写过后端 你就会知道 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我直接写在网址里面 比如说像这样 你可以比如说 AA等于100 这样子 路径跟query 通常我们所说的网址参数 通常有指这两个 如果它是直接在网址里面的话 通常是你的route 必须要设定 才进得去 可是如果它是query 基本上是你随便乱打 都可以进去 都有办法进去 那对于next 那对于next 它把这两个东西 视为是 合并在一起 所以 所以如果 这个 这个网址参数 就比如说 如果是detail的话 像detail的话 我是设定一个网址参数 比如说 对我来说 如果商品detail 如果不提供ID的话 根本无从显示 因为你不知道显示哪个商品 所以它是一个必要性的东西 所以 我是把它设定在路径 路径的参数里面 所以它是设定在我的next route里面 在这边 在这边 那名字叫ID 可是 对于刚刚这个list来说 对这个list来说 我有没有选管别 这件事情不是 不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不选管别的话 我可以显示全部的商品 那我有选管别的时候 实现是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optional的参数 对 所以我把它做成 correlate 对 这是我的判断方法 那 我要讲的重点是 next 对于这两种参数 它会合并在一起 就是你在拿到的时候 你会拿到 你会拿到在一起 所以你在 它那个correl里面 可以找到 dpt 在这页的话 可以找到它只是3 可是如果你在detail page的话 你也可以在 那个correl里面 用ID来找到32 就是说 它 虽然这两种方式 输入的方 输入input的方式不一样 可是 在next的page 拿到的时候 它是合并在一起 所以在detail page这个例子当中 我会 这边 我会从 它会 它会自动把那个植株到 list.post.uil.core里面 所以我这边用解构的方式 把core拿出来 然后这边是 因为我这边是 我有的所有detail 就是我已经有下载的部分 所以我就去 把这个coreID丢进去看看 然后看看它存不存在 而且确保说 这一笔上面的detail已经抓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detail data的name放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达到说 这个商品的名字 被注入到title的效果 OK 所以这是商品的title的部分 因为商品title的话 对于seo来说就是蛮重要的 所以要同时做到可以 siversite rendering有效 然后在criside有效 可能在切换页面的时候 也会有效 所以我实作了title part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然后document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的话 就是也是针对seo的 那像其实还有 除了fb的还有很多 可是我这边 是先做了fb的话 就是像这样 我就可以让你指定fb image 然后指定fb的description 然后呢 它其实是最后会自动被填到 然后那个 这边 这种会帮你填一个og description 然后og image 然后把你填的值 因为它会自动 一层一层自动帮你传上去 所以你可以在 直接在page定义 直接在page定义 或者在任何一个layout定义 然后 因为下层的layout 或者是page的话 会会盖掉上层的 比如说 如果我在这个 app layout先定义了一个 fb的image的话 然后我又在product layout 这边有定义一个fb image的话 那product layout 因为它是指layout 所以它会盖掉负的 可是如果我又在page 就是使用了这个layout的page 去定义了fb image的话 它又去盖掉 刚刚的product layout 所以是越下层的越有限 那title product的话 就不是用盖的 它是用串结起来 因为它可能会有很多 很多个台都要穿在一起 这样 所以document document data 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子的效果 那之后可能还会加别的吧 因为seo t也不止facebook 只是facebook是比较常见的 ok 到这有问题吗 ok吗 然后再来是给你一些pulse的问题 给你一些pulse的问题 给你一些pulse的问题 其实我们刚刚讲过了 可是你会在这边发现一个问题 我现在有app layout 可是 就是 这代表着 其实我有些事情 它是在我在进每页的时候 我都想要做 那原本如果你 直接用page的写法的话 就是你在每个在配 你每次在每一个page的gain 你一些pulse都要做一些这件事情 比如说这个 会员自动登入好了 我在server site 先验证一下你的token 能不能登入这件事情 那我诚然 很显然进每页 我进去的时候都要做 那你原本的话 怎么做 就是每一个的gain 一些pulse都要等等看 那这样显然是 很麻烦的事情 那我现在提供layer的话 有一个固定可以包在外面的层 那 可是 我的layer component 并没有gain gain initialpulse的生命周期 所以我是 就是用hyoder component的方式 让你的layout 也可以有gain initialpulse 的生命周期 那这样底层的话 这个gain initialpulse 是在page的gain initialpulse 去执行 只是说可以让它看起来 好像是在这边 也可以有gain initialpulse 然后它一样会传入 那个context的物件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做 大家都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像我们在做 member的auth 然后还有就是 读取那个购物车的内容 然后 去固定要把运费资料 全部都抓回来 然后就可以在这边 先做好一些事情 那这样整个网站 我不管哪个页面的时候 都会先跑一次这个流程 就把一些必要声 先写在这边 因为我的app layout 是所有的page 都会去计程到的 这样就可以把一些 一定会共用的事情 做在这边 那比如 我这边以那个 会员登入这个流程 来举例子 那那个 我们的会员登入的做法 是用那个 token base 因为 对 因为后端不是我写的 后端是之前就有的 然后他们是 用jwt 来做token token的authentication 所以呢 它是完全stayless的状态 然后登入的时候怎么登 就是把token 塞进登入API的header里面 然后去等等看 所以就变成说 他原本 如果原本的前端 就是说把那个token 就是你登入之后 你就拿一个token 然后我们就把token 存在流程器端的local storage里面 所以每次一进去页面之后 component顶帽之后 我们就拿那个local storage里面的token 去尝试自动登入看看 先把它解析看 看看有没有过expire time 没有的话就尝试拿去自动登入 然后反正这个token有效的话 我就自动变成登入的状态 这样的话他就不用手中 再打账后面买一次 原本的方式就是这样 可是这个流程 在serviside randomly会有问题 因为serviside randomly的时候 拿不到local storage local storage 必须要到达浏览器环境 才可以获得 可是我总不能说 我serviside randomly到浏览器之后 拿到local storage 再重新serviside rendering一次 这样显然太慢了 所以后来呢 我就把这东西移去 放在cookie里面 当然如果你想用session的话 也可以用session做 我这边是用cookie做 我把原本放在local storage里面的token 存在使用者浏览器的cookie里面 因为cookie有一个特性是 它会自动跟着任何一个request到达serviside 所以代表说我的serviside rendering的时候 它也会自动跟着serviside rendering 这个request到达next server 所以我就可以在next的server 就是node的环境 用那个token 在next的后端这边去登 API server 来达到这个效果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 还没到浏览器之前就确定 这一个使用者的浏览器环境 是不是一个token还有效 可以直接登入一个状态 所以像这个的话 我就是有写一个action的做这件事情 我就是拿那个token 然后我怎么拿到token 就是从request header's cookie里面 这个req 是express的req 是express的req 物件 因为 gainetualprobs的传进来 是一个context的物件 所以包含了express的request的req req跟response req的req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跟req req的req的req 做操作的话 你可以从 gainetualprobs的这个context 物件都解构出来这个东西 所以我这个cookie是跟着express 一起传进来的嘛 所以你可以从req req的.headers.cookie 拿到这个cookie自传 那我再用套件把pulse 出来 然後我就可以拿到token 这个是auth用token 所以如果token有的话 我就尝试做一个自动登入的动作 所以我就检查看看 把这个token用JWD code 解开看看 看会不会过期 没过期的话 我就当做你是 自动登录是可以的 并且在后段线 抓好你的会员个人资料 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子的概念 像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再 用这个layout的 gainingshow power 去做一些整网站 都会重复做的事情 每一次重新进来页面 都要重复做的事情 好 差不多讲 到这边有问题吗 所以我layout package 大概就实现这几功能 那我可能会把它发布成 应该是会发布成 npm的package 实际上还没 外面风很大 上升到 下午来的 下午的时候雨还没有很大 我赶快跑来lap 等下来不了 好 那 那就是刚刚那个 这个博润达达 他刚有发一篇文章 那个东西的意思 其实